今天是陈乐龙主持银河面对面节目1000集的播出 我们的特别来宾就是 同样出道很久的样子陈琳 也是2000年嘛对不对 2000年开始出道 在娱乐圈这么久刚才陈琳也是 我觉得你很真心的 可是也很清醒的在分析 在我的逼问上 在分析下 到底为什么现在突然对一些 人家以前很容易感动的事情 到这两年才有更深刻更内在的一个触动 对对其实像之前 以前可能刚发个人专辑的时候 就也是看到很多人 然后当然是比较抱持着觉得 哇很不可思议 因为以前没有遇过这么多人 他们这样来 然后可能身边的工作人员 听到歌迷的每一句加油声 他们都快掉眼泪 但我都还没有 我会当然我会觉得很谢谢他们来 可是都没有到像我现在得到那个感觉 我觉得可能我比较晚 我不知道神经太大条 就是很晚才去感受到说 他们所谓的那一个一句话 就去让你觉得很 很热心 对对那种感觉 以前就真的是很单纯的感谢 然后我觉得我自己很高兴 我现在有这种感觉 是 对 而且我觉得到第10年11年 有这种感觉是好的 比如说虽然晚熟一点 但是它反而可以 因为有人到这个年纪 到这个资历 已经反而有时候有点疲态 跟油条了 你反而有一个这样新的一个refresh的动力 我觉得说不定是好事了 可以延长你的整个演绎的生命很久 所以在唱这一张的时候 其实我们已经陆续都听到成林的一些改变了 从比较可爱的歌录 抒情的歌录 有个性的歌录 然后到这一张 我觉得好像每一种风格在里面都听得到一些 还是有一些痕迹嘛对不对 对对对 像这张专辑是 我真的觉得是更贴近我的一张专辑 那 我是蛮高兴大家现在目前给我的很多正面的回应 都是他们好像更加认同我是歌手这个身份 因为可能我演员这个身份 很强烈 对然后印在人家心里 那 当然我觉得我也是一个好强的女生 我会觉得说那可是唱歌这一块我也一直都很努力 我不希望说大家只是注意我每张专辑的造型啊 跟一些比较表面上的形象 所以这张可以深入 然后比较让人家觉得更有音乐性 我觉得这很重要 然后再来像我昨天晚上去吃饭的时候 就有遇到一对情侣就特地跟我说 他们有看到MV他们非常喜欢 然后他们说你的歌很好听 而他们这一次说我的歌很好听 不是特别说偶像剧里面的歌 他们是针对我专辑的歌 我会觉得这区分开来了 然后那个感觉是会让我会更有信心的去 好好跟人家推荐这个专辑 这次跟偶像剧有关的歌是什么 我们都傻 还有 就这一首 对 可是你知道我最喜欢的是哪一首吗 嗯 我喜欢的 我不想会不会打到耶 叫做快转 嗯快转 徐佳寅写的 嗯哼 对这首没有打 哈哈哈 但是我也很喜欢 你喜欢这个歌吗 当然因为是我跟徐佳寅要歌的 因为我很喜欢他的音乐 是 然后他就非常认非常好 这首还蛮难唱的耶 对 然后他本身他给我的demo 其实对我来说就是一个还蛮完整的音乐性的东西 然后他自己自己当然有唱出他属于他自己的东西 嗯哼 那我是当然是很喜欢啦 因为我本身就是我觉得音乐当然有时候很主观 我本身就很主观的很爱他的音乐 所以他当然给我这首歌我是 就是我一定是很满意然后很爱的 嗯 然后另外接下来的杰佳这首歌我觉得也很不错 对杰佳 杰佳是很很真的很有态度的 嗯哼 那我我的歌迷也很喜欢那首歌 然后你觉得最可爱的歌是哪一首 最可爱啊 这张好像还好啊 就是口爱型的歌 这张还好耶 这张还好耶 比较没有耶 嗯 我觉得比较像是幸福预照 对可是因为幸福预照是歌名他是蛮可爱 可是我们编曲上还是比较偏向就是有点摇滚 好像随性摇滚的感觉 嗯哼 那呃 但他歌词的东西还是带一点甜 可是我们在唱法跟编曲上面是比较想要做一点率性的感觉 嗯哼 对 缺陷美这首呢 这首也很棒是下一波的主打 然后他 他唱这首 其实这首歌不是我觉得最难唱的歌 但是这首歌的那个肺活量要很好 嗯哼 因为他整个气要很饱满 然后重点是那个唱那首歌的时候要有点歇斯底里 神经质 要压抑不压抑 然后有时候又要爆开来的那个感觉 我觉得 就是我还蛮喜欢那种感觉有点戏剧张力的那种表现方式 嗯哼 通常在选歌的时候会去刻意考量 就是考虑自己的形象跟喜好度吗 还是会有时候考量 譬如说跟你比较同辈的 嗯哼 或是同样某种 呃 类型的一些女歌手 你要选唱跟她类似的或者是刻意要跟她不同 通常公司会做这样的考虑吗 公司的考虑比较在于说我们这一张想要带给人家什么感觉 比较不会是跟别人比较的 那就我 那你会吗 我当然也不会 你也不会 因为我觉得这个市场很多人比来比去其实没有一个像的 对我而言 我觉得每个人 我觉得大家都不一样 对每个人一定是不一样的 对 连双胞胎都不一样 跟何况是不同的人 那像 对 因为像音乐的部分 公司的考量是 一方面是 就我们这一张要带给大家什么感觉 跟陈琳的年纪可以带给大家什么感觉 跟陈琳本身现在她的心境 适合什么感觉 他们会 等于说是还是由我为出发 因为最好是做出最自然 所以我在谈论专辑的时候 我不会很假的去背一些官方说辞 或者是明明唱这首歌 对她没有感觉 我却要一直讲 他们还是希望说是自然的东西 然后 我自己考虑的东西 会 我觉得艺人的话 会考虑到的是就是 我有没有挑战 然后跟 喜欢我的人 他会不会觉得 他这次不一样 他会感觉很新鲜 对 我会再多考虑这个部分 你会不会担心 或有时候想过说 会不会有一天我 我越来越接近 我想做的某个某一个阶段 某个年龄的一些作品 可是他可能是我原先支持者 未必会喜欢或接受的 有时候你会闪过这种类似的 这种危机意识吗 还是很少去真的考虑 我会考虑 像这张专辑是我第一次 有参与很多很多的前置 因为以前从来没有 因为以前就是完全 你带我的那种都没有 都没有 我全部是交给公司 除了有文案 他们要我写 我会写 那其他都是交给他们 那这一张是他们跟我说 你也搬完了演唱会了 那也这样发了五张了 那接着第六张 其实也该是 你可以一起来讨论的时候 你一定会有你想做的事 你也帮公司赚了十亿了 是帮公司还是你 当然是帮公司 但是这个数字太天文了 我觉得应该没有那么夸张 那像这一次他们就先 先从外形做手说 你喜欢什么颜色 我们可以试着 从封面跟宣传服 用你喜欢的颜色做 我说不可能 我喜欢的颜色 你们都不会要的 他们说说说看 我说我喜欢黑色 你们会做吗 对而且是夏天 对那他们说 没有问题啊 你喜欢黑色 但你可以再多提供几个颜色吗 因为所以这次还是有白色啊 我说因为我喜欢黑白灰 OK 那最另外那个星空版 它就是主要是黑色 我们也是在晚上的时候拍的 是 很少有一人专辑 是真的在晚上的时候拍 然后像我宣传服 也真的像今天穿的这套 就是全黑的 对啊 而且是走的都是比较 有这种比较 有一些垂坠 有一些垂坠 对就是 而且几乎是one piece样装 这是你喜欢的吗 当然其实洋装 应该说裙装 我本身就是很少穿 但是但是我今年好像有 今年私底下自己偶尔会穿 但是一定是长裙 就是比较有一点小女人的味道 但可能也是最近也是有流行长裙 对然后 然后 反正 你不喜欢穿热裤 我不喜欢 我不是拉妹路线 从以前就不是 对 我不走拉妹路线 我如果要走拉妹路线 通常是 早就走了 对 也是 可是我觉得拉妹对每人另一步一样 我的话就会觉得 有时候露露锁骨露肩膀 对我来说是辣 是 有些人觉得穿很短就很辣 有些人当然会觉得 露一点事业性很辣 露到一个程度 对对对 但我认为的拉是 反而是可能是一点小细节的东西 所以这张专辑就 他们就加入了很多 我的想法 然后 我觉得应该也是我跟商品公司 有达到一个共识 然后 大部分我也不会太坚持起见 因为像你刚刚问我说 会不会担心 会不会有一些人无法接受 可是我觉得 当然像我们这次音乐还是有几首轻快的歌 其实当然也是希望说他们 不要觉得我一下子好像跳很多 对 然后再来就是我 我也知道说我更名年龄层是有 有点宽广 那还是要顾到一些小朋友 所以有些东西也不能太沉重 我不会太主观意识太强 宽广 你现在比较理解的大概是几岁到几岁